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在上三节的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来聊了一下这个经典的黑白爱情片里面 一部是苦情戏混沌蓝桥 然后另外一部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活泼一点的喜剧片 罗马假日 虽然这部片子也有一个比较惆怅的结局 但是基本上它的基调还是相当的轻松愉快 并且让人觉得看了之后心向往之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不管是费文利啊 还是这个奥德利赫本啊 他们当年都是非常年轻的出演这个角色 而他们也都是凭借了这个片子 他们早期的这两部混沌蓝桥和这个罗马假日的片子 在影史上留下了也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身影 那这个两部片子啊 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细细的来回味这样子的 可是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想多介绍一些好看的或者是经典的影片给观众朋友们 所以我们下面呢 我想我们讲过了这个凄美的这个苦情戏 我们又讲了这个喜剧的这样的 像公主爱上了小平民的这样的故事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再这个转换一下角度啊 来看一个也是在爱情戏里面经常会有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就是三角恋 三角恋 三角恋 这部片子呢就是著名的北非蝶影是1942年的时候 这个拍摄的这个由著名的影星 这个Ingwie Berman和这个Hemphrey Bogart 就是两个人他们主演的这个片子 那这部片子呢也是非常非常经典 中文翻译是北非蝶影 那英文原名是Casablanca 然后Casablanca呢 它其实是在北非的一个城市 而当时因为是二战的那个环境 所以这个欧洲的一些人士 受迫害的一些人士啊 他们都想要这个取到从里斯本 然后到那个美国来 然后到自由新大陆来 但是他们需要从这个Casablanca的地方进行一个中转 所以那边聚集了很多难民 聚集了很多想要逃亡到美国去的这样的一些自由人士进步人士 那这部片子呢它其实就是原先来说呢 它这个剧本是个舞台剧 叫人人都去里克酒店 因为这个片子它取景整个故事 大部分是发生在Rick里克酒店 就是也是男主角 就是Hanfly报家 报家她的这个所演的这样一个柔情 一个酒吧店的老板 对 这样一个角色 她这个酒店的这样一个封闭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展开的这个故事 那整个故事呢 我们刚刚也说了是个三角恋 女主角这个Engley Bowman 她自己是有丈夫的 但是以为丈夫死了 所以就在这个巴黎的时候 短暂的爱上了这个报家所演的这个角色 然后若干年后呢 就是他们因为人家发现这个Engley Bowman 发现自己丈夫没有死嘛 所以她就回到丈夫身边 没有跟报家一起 就是离开巴黎共创新人生 然后很多年后 这个他Engley Bowman 要跟自己的丈夫一起想要飞离 对飞离这个欧洲这二战 二战受迫害的这样的一个战场 要去美国 然后就找到了这个 其实不是找这个报家 就是 报家当时他有一个叫他所演的角色叫Rick 开了一个就美式咖啡馆 那他当时有两个通行证是可以任意 随便飞 飞出去 对不受纳粹所当时管辖 所以可以脱离这个 就是迫害对险境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呢 刚才你讲到也是说 这也是Engley Bowman的这个是 可以说最经典的影片了 对对对 这部影片叫Hasan Blanca 就是英文讲 那么我就是知道说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在 就是百年2007年评为所有的这个戏剧编剧大使 这个编剧影片那个这个奖项当中 它是100影片 对它是排名第一名的 真是百鸟嘲讽明之时归这部影片 刚才你讲了他的剧情 那我觉得他有很多可全可点 比如说他在那个唱了一顿 就是他谈他再回来 要要这个名额的时候 想要争取这个他原来的剧情人 其实我们很难说 我们很难说就是说 因为两个人是邂逅嘛 他们是很多年都没见了 但是心底都有那份柔情存在 然后那个Ingley Bowman来到了这个 李克就是报价所开的这个酒店 然后就看到当时弹钢琴的那个人 Sam Sam还是当年的那个Sam 然后就要求他来弹一曲 As Time Goes By 这个非常 这个感情一下子就牵回来了 同样也是音乐 把彼此的这种情感 一下子就聚拢到一起 然后撑起了这个电影的一个高潮 那我想现在请大家来欣赏一段 这个Sam为这个Ingley Bowman 所弹奏的这个As Time Goes By 这样一个片段 非常感人 请大家欣赏 Hello Sam Hello Miss Elsa I never expect to see you again It's been a long time Yes ma'am A lot of water under the bridge Some of the old song Sam Yes ma'am Where is Rick I don't know I ain't seen him all night When will he be back Not tonight no more He ain't come He went home Does he always leave so early Oh he never Well He's got a girl up to the Blue Parrot Goes up there all the time You used to be a much better liar Leave him alone Miss Elsa You bad love time Play it once Sam For all time's sake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Miss Elsa Play it Sam Play as time goes by Oh I can't remember it Miss Elsa I'm a little rusty on I'll hum it for you Sing it Sam Sing it Sam You must dream in the dead A kiss is just a kiss A sigh is just a sigh The fundamental things apply As time goes by Sam I thought I told you never to play Sam I thought I told you never to play What are you asking Where are you asking Where are you asking 剛剛大家所看到的呢 就是這部Casablanca北飛碟影當中最著名的一個場景 最經典的 對就是這個報家所飾演的那個Rick 他的酒店裡面那個小卡飛館裡面的這個鋼琴師演奏師Sam 為這個Burman 對那個Engley Burman所彈奏那一曲 As time goes by 然後把整個兩個人前緣啊 一下子就離 又給拉近了 對拉近了 拉回來了 對本來已經算是雲淡風輕的感情 一下子又愁愁唱唱非常綿密的 這樣滾動起來啊 在這個螢幕上隨著歌聲 那我覺得這一段怎麼說就是整個這個片子 我們都非常非常好非常美 然後張力也非常這個有張力 但是這一段尤其是配上了這首歌 我覺得就是為整個片子的這個情緒氣氛啊 奠定了一個相當好的一個基調 那這個我覺得這個片子 很多人都說這個Engley Burman是非常 他的演技非常出色 然後那種優雅 但是又內臉 這個處在這種三角力量關係當中的那種掙扎 讓人是非常的揪心啊 又非常感動 這個你當年看這個片子的時候 我看這個部片子 我覺得剛才這個就是短短的花心 好像又把我拉回到這個當時看的一個場景 真是很多年沒看過了這部影片 真的挺感動的 尤其是他說叫Sam彈奏 他說Play 他說Sam就跟他講 Sam是Rick的一個好朋友 也是剛就是這一家咖啡館的一個音樂家 他彈奏 他你說Time Goes By這首曲子 只是他們兩個就是Engley Burman所演的這個角色 和Rick兩個共同 在他們戀愛當中 經常當時Play的這麼一個音樂 所以他說讓他演 他要找這個Rick的時候 找不到 他知道一彈首曲子Rick就會出現 那Sam就說 他叫Sam彈 Sam就說 Leave him alone 就是你既然已經當時都離開他了 你就不要再打擾他的生活了 to play 你看他那眼神特別俏皮 他當時的那麼特別的迷人 是是是 他讓他Play以後 他說我不記得了 我的腦子已經生鏽了 他說我來亨鳴 然後你來他 對 就是非常堅持的 對 這個你剛剛提到就是Engley Burman 他的眼神是非常迷人 在這部片子 非常Charming 對 這裡就是說有一個小小的花絮 就是說這部片子 因為劇本它其實到直到最後 是沒有寫完的 基本上就是Engley Burman 他就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眼神 究竟應該是看自己的老公呢 老公還是看自己的這個情人呢 所以他就是 其實一方面是很猶疑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真的是考演技 你就是要在這種 完全茫然的情況之下 你又要表現出那種茫然 所以呢一方面是真情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他個人的一個魅力所在 同時呢 這個Engley Burman 他就是說打光的時候 人家也就是他的左半臉 據說特別漂亮 所以你看所有的那個鏡頭 都是左半臉高光 所以給人就是也營造了一個 非常美的這樣的一個螢幕形象啊 是 那整個片子呢 看下來就是我們從今天 我們系數的這三部片子 從混沌藍橋到這個羅馬假日 再到最後的這個北非劫影 這三部片子應該算是在 黑白電影的經典之作了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光影的故事 跟大家所帶來的呢 也就是想洗個頭 跟大家來一起玩味一下 在影世界內最最經典的 最最感人的 或者是稀美的 或者是憂傷的 也或者是輕鬆愉快的 這些感情 那以後的節目呢 我們將為大家細數更多 關於愛情的故事 感謝大家收看今晚的現場面對面 我們下期再見